國際戰爭爆發將近兩年 美國白宮指出有情報顯示 北韓所提供的俄羅斯彈道飛彈 被用來攻擊烏克蘭 某白宮國家安全會議發言 柯比在例行記者會上指出 去年12月30號 俄羅斯的部隊發射至少一枚 由北韓供應的飛彈 落在烏克蘭札波羅熱州 1月2號俄軍大舉的空襲烏克蘭 又向烏克蘭境內 射了多枚彈道飛彈 柯比表示 美國國會會在聯合國的安理會上 提出關注要求進一步的制裁 你好我是宋彥銘 想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緊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